关键点信息卷展栏 在自由模式下面的关键点信息卷展栏 可以说是整个BIP两次动物骨骼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区域 那么80%的首条关键点呢 都是依靠着关键点信息卷展栏来完成的 那么来看一下它这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工具 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个工具 这个叫做设置关键点 咱们在之前也已经用过了 咱们打开自动关键点 在其中的一个这个帧数上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选择一根骨骼点击一下设置关键点 它会在当前帧这个位置上设置一个关键点 那么你把这个关键点设置了 如果说不想要的话就点击第二个按钮 这个叫做删除关键点 删除关键点 那么上面这还有几个按钮 我在第0帧设置一个关键点 我在第10帧 来把当前这个手呢 给它移动一下 移动一下 往来第20帧 再移动一下 第30帧 再移动一下 来看一下 它现在做了四个关键点的动画 那么上面这个按钮呢 意思就是切换到下一个关键点的意思 点击一下 会从第0帧直接切换到下一个关键点的位置上 再点击一下 它会直接切换到第三个关键点的位置上 那么你可以通过在这里面进行数值的输入 来把当前这个关键点的进行一个偏移的效果 好 这个就是上面这几个工具的作用 这些呢都很简单 咱们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踩踏关键点 以及滑动关键点 以及自由关键点 这三个关键点的用处 那么这三个关键点呢 它的用处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来看一下踩踏关键点 咱们把所有的关键点给它删除掉 然后回到形体模式 再退出 让它回到初始状态下面 咱们现在呢 咱们来做一个小动画 进入到创建面板下面的创建几何体下面 来创建一个平面 咱们让这个人躺下 随便选择一根骨骼 进入到运动面板下面 选择旋转 躯干旋转 来 往下走 OK 旋转一下 胳膊呢 旋转一下 手旋转一下 手指就一根 一根就一根吧 腿 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执行点 往下移动一点 让手呢 扶到 这个平面上面 好 腿部呢 再往下移动一点 我现在做的都是初始的这种这种姿态 好 一边完成之后 另外一边就没有必要再来重新做一遍了 咱们直接进入到这个复制粘贴卷展栏里面 给它创建一个集合 双肌当前的腿部 复制 粘贴到镜像 双肌肩骨 复制 粘贴到镜像 好 来看一下踩踏关键点 踩踏关键点 随便选择一根谷歌 进入到关键点信息卷展栏下面 那么踩踏关键点只有在点击手或者是脚的时候才可用 来看一下点击手 它可用 点击脚 也可用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咱们在不打踩踏关键点的时候 来给它往下移动一下 哎呦 陷进去了 那肯定会陷进去 Ctrl Z退回 那么踩踏关键点的意思呢 就是在你点击当前这个踩踏关键点之后呢 它会生成一个小红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手部它就会固定到当前位置上了 再选择它另外一个手 点击一下踩踏 选择脚 点击踩踏 选择这边这个脚 点击踩踏 好 然后Ctrl A 取消掉这个地面 然后打开自动关键点 让它在D0帧上这个位置上 打一个关键点 拨动时间画画到D10帧 选择执行点 垂直运动 那么这个垂直运动呢 在D0帧也有一个关键点生成了 好 咱们是要做一个俯卧撑的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会看到当前的手和脚呢 在打完踩踏关键点之后呢 就不会因为垂直移动 置心点 而导致说这个手脚都会插到地面以下 它们呢已经被牢牢的固定到当前的位置上来 然后再按住Shift将D0帧呢 复制到D20帧 选择中这三帧 再次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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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时候再看一下 来播放一些动画 这个人呢 就在拼命的做俯卧撑 这个动画呢 咱们就完成了 咱们只是利用了踩踏关键点 来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动画